新闻来源加国军 温哥华太阳报本周二10月10日发表一篇由道格拉斯托德Douglas Todd的观点文章 称在贪婪的加拿大留学生的梦想正在破灭 移民部长马克米勒Mark Miller曾表示 加拿大创纪录的国际留学生数量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资产asset that is very lucrative 它不是在开玩笑 加拿大官方公布的留学生人数为80万 而CIBC银行经济学家本揭明 塔尔·班志曼·泰尔向特鲁多政府内阁报告的当前数字更像是130万 因此加拿大经常吹嘘 持学习签证的留学生每年为加拿大带来300亿元的收入 这300亿大部分利润由世界各地的富裕和中等收入家庭汇集而成 流向了加拿大1600多家公立和私立学习机构 其余的则流入更广泛的经济 包括房东的腰包 但在印度和加拿大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巴尔吉 达汉 Bart Dahan 却用贪婪这个词来形容那些从留学生身上攫取暴力的组织和个人 达汉是加拿大印度教育协会的联合创始人 达汉称 他每周都会从留学生的家人那里听到有关加拿大如何剥削 甚至虐待他们的故事 他们来到加拿大这里是因为一个梦想 现在这梦想破灭了 达汉说 当发现加拿大房租过高 学校教育质量往往很差 尤其是小型私立学校 学费是本地生的四到八倍 体面工作很难找到 成功移民的机会很低的时候 很多留学生感到心伤 甚至绝望 上周通过查阅资料获悉 2021年 加拿大移民局对3700名留学生进行了调查 发现绝大多数的87%受访者有计划申请移民 这比2020年的70%要高得多 根据资讯法获得这份数据的移民律师 比查德·库兰 Richard Colin表示 由于名额竞争激烈 许多有报复的外国留学生 不可能获得梦寐以求的公民身份 鉴于全球上许多家庭实际上是赔上一切 来资助孩子到加拿大留学 希望他们能够获得移民身份 库尔莱认为 加拿大道义上 有义务对期望落空的可能性 发出警告 达汉说 加拿大及其教育体系的声誉 在国内外都受到损害 除了质疑加拿大较小的私立学院 和语言学校 其中大多数几乎完全依赖留学生的 教育成本和教学质量外 达汉还对加拿大许多大型公立大学的 留学生的学费感到震惊 例如达汉指出 UBC卑诗大学 目前向留学生收取的费用 经常是本地生的七倍 例如 留学生在UBC本科艺术课程 一年的费用约为四万五千元 而国内学生的费用为五千八百元 其他专业的学费可能还要高得多 他说 在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大学 留学生的学费也很高 其中来自印度的学生 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留学生群体 印度留学生 是很多大专学院 College的经济命脉 而中国留学生 则是大学 University里最大留学生群体 鉴于许多大学和大专学院 不想如此严重依赖留学生生存 达汉认为 纳税人愿意在高等教育上 投入更多资金 来支持国内学生 并保护留学生不被利用 达汉表示 令人不安的是 许多父母并不富裕的留学生 受到国内外移民顾问的怂恿 在加拿大九百多所私立学校中的 一些学校报名 参加为期六个月的课程 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工作签证 达汉说 加拿大政府没有警务资源 来监控到底有多少留学生 实际真的来学习 或者有多少人 在六个月的计划结束后 留在加拿大 谁离开 谁留下 还没有确定 由于绝大多数外国留学生 最终都希望能够成功移民 达汉和库兰表示 他们很容易受到邦赃雇主的伤害 根据达汉和最近的报道 一些绝望的留学生 向雇主支付数万家园 已填写一份名为 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 LMIA的政府表格 该表格允许他们在加拿大工作 更长时间 以便他们可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 多年来 达汉听取了陷入困境的家庭 和留学生的心声 还听到了新闻媒体 关于房东 必用留学生的多种不同报道 我想说 加拿大世界一流的公立学院 和大学的生育 现在正在受到损害 达汉说 高质量的公共机构 正与可疑的私人机构 混为一谈 他说 两者都经常索要贪婪 和不公平的学费 在谈到西方过去的 殖民主义历史时 达汉说 这又是一次殖民主义 这些历史 常常导致 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剥削 只是以不同的方式